崔永元首思娱乐圈,无视范冰冰的严正声明,在对冯小刚。 近日,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连发多条曝光性微博引发广大网友关注,除了对当年只是耿耿于怀,接二连三怒对冯小刚外,此次更是针对爆料娱乐圈大咖范冰冰说是拿出八年前的照片,同时曝光了天价片酬的合同,引发一片唏嘘声。 对次范冰冰工作室发出来严正声明,表示其散播谣言,破坏商业规则,而崔永元选择了无视,并持续爆料。 先是在5月24日发出范冰冰或国家精神造就者奖的照片,并配文一个真敢发,一个真敢领,对领奖者能力表示质疑。 28日在微博发出,你不用表演,你是真烂,同时配上合同细节图,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费用标准。 1. 片酬1000万,2. 支付化妆师酬劳8万元,税后。 3. 艺人和经纪人住宿必须是五星级酒店豪华套房。 4. 膳食标准,艺人1500元,天,随行人员200元,天。 5. 支付艺人化妆和梳妆费3万元,4. 服装费1万元,4. 作为宣传补添。 5. 同时还说起,拍戏签了大小两份合同,拍戏4天片酬6000万元,这让网友直接炸开了锅,纷纷表示,演员当道,科研靠边,声色全马,娱乐致死,戏子当道,国家之不幸。 5. 网友在看热闹的同时,也希望可以彻查。 5.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时,崔永元又开始对冯小刚了,原因是冯小刚的手机二开拍。 5. 曾因冯小刚作为导演,刘振云作为编剧拍摄的手机一对崔永元造成了伤害,成了他多年挥之不去的阴影,还差一点得了抑郁,次次开拍,手机二让崔永元更加上火。 5. 连续多次在社交平台上,表示,大家多学学冯小刚,刘振云,怎么挤对都不回嘴,多有文化多大气,暗讽冯小刚。 5. 与此同时,也不放过手撕学番的机会。 5. 截图表示,学番曾在某节目中,当被主持人问道,是否担心冯小刚在外拍戏与美女接触,这件事实,学番回答是,我就是这就是护独子,我们家人反正是男的,你让他战便于就战白,着实是让不少网友震惊。 5. 表示,这也太不尊重女性了吧。 5. 连续多条消息,让事件热度持续升级,不知道会如何发展,崔永元的做法,你支持哪一方? 5. 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